地方动态新闻先是三则系纸地区的相关报道 为了让下一代拥有更舒适的阅读的环境 教育局补助了255万元 改建了秀峰国小的图书馆 在18号这天早上特别进行了一场新图书馆的启用典礼 包括了教育局长、市议员以及系纸区长等贵宾都前来与会 教育局长也期许同学们能够在这里读上100本书 增长自己的内涵与知识 在教育局长及秀峰国小校长共同启动触控萤幕 还有来宾时放气球中阳光书林图书馆宣告正式启用 为了推展阅读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补助255万元改建秀峰国小图书馆 并且在18号上午举行启用典礼 包括教育局长、议员、区长都来参加 也勉励孩子们有好的环境空间之后能够多多阅读 那么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的诊解下去 也希望在我们新北市的每一个国中每一个国小的图书馆 我常说图书馆是学校的新章 能够把它做一个诊解 然后能够让我们孩子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快乐的阅读 所以我刚才提到这个图书是把它取名叫阳光书林 真的是非常好 有这个森林异象的这个图书环境里面 然后呢有阳光 相信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阅读的这个身精灵 就能够这个成长茁壮 有一个好的图书馆 我想这个对小朋友的成长 还有对小朋友的阅读的习惯 我想是帮助非常大的 那我想西子所有的实际所的学校都非常的优质 因为现在很多的教室都空下来 我们希望我们校长都尽量来争取 我知道这样的预算总共今年编了三千几万 对 所以呢希望七星区可以有针对这样的这个计划呢 可以多多的来辅助 因为我们必须要跟临近的台北市来竞争 那我们希望 因为尤其是秀小的这一所 是适合这个更多的低年级的孩子们走进来 那我也希望说 这个把教室打开 让知识呢 这个走进来 小学时候的时光 好像阳光云彩森林 爱跟光一样都不少 但是只少了一样东西 读书馆 所以当时呢 很少有时间去好好念一些课外的书本 所以今天呢 我相信一句话 如果一粒种子 落在一个豪图里面 像一个好学生 有一个好的图书馆给他的话 我相信他一定会长成阳光森林 经过打造后的阳光树林 结合校园与盎然的环境空间 以身精灵为设计主题意象 要让孩子们就好像置身在阅读森林 跳脱了知识图书馆的约束感 取而代之的是营造森林绿化的美感 全然不同的环境 让学生自然的爱上阅读 因为我觉得这里很漂亮 而且他把它又能像森林的感觉 本身喜欢看书 嗯 蛮喜欢的 因为这么好的环境会看更多的书 对 因为书中有很多知识 可以让我写出很多新词 因为有很多历史类的书 本身喜欢看书吗 喜欢 什么喜欢看书 因为会学到很多知识 我们希望每一位小朋友 在这个地方 能够读至少100本的好书 每一本书里面 都有非常多的丰富的知识 可以让我们小朋友 那么知识能够得到 很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成长 期许学生在这里 都能够阅读100本书 丰富自己的知识 而局长也感谢 硬体设施完成之后 由秀峰国小教育基金会 以及家长会 已成功书专款 目前馆藏的图书 内容包括了艺术 科学 文史 自然历史等等 将近6000本书 而最后与会的贵宾们 也一同种下阅读希望种子 希望让阅读在校园 持续的生根发芽 成为孩子们生活的一部分 解成慧玲 细致 猜谋报导 要改变成为赤绿银河